世纪巨兽在大西洋线中 数大身影长达45分钟 反复浮出水面 真实身份让科学家震撼不已 其实在海上看见金鱼并不稀奇 但这回看到灰金却相当罕见 因为它已经在大西洋灭绝200多年 科学家推测这只灰金当时正在进食中 灰金鱼被称为魔鬼鱼 皮肤有灰白斑是世上最古老精类 存在约1500万年历史 平均身长15公尺 重可达40吨 能存活50到60年 主要分布在太平洋 大西洋也有却被赶尽杀绝猎捕 18世纪后完全灭绝 先前在意大利拿玻璃水域 所有人被突来的惊喜吓了一大跳 不只大西洋 不该出现的地中海也有灰金 目击记录频繁的异常 却让科学家百感交集 有分析认为这些灰金可能是东太平洋族群 透过融化了北极海滨层到欧洲 只是灰金重现大西洋 却有灰金因此迷航 气候变迁正在改变生态 背后藏的是重大警讯 三日新闻 严新宇报导 同学中美酒 三日新闻 三日新闻 余月 三日新闻